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今天晚上民進黨要不要持續來搞選戰 總統蔡英文也會加入 可是我們想問 總統選舉之外 你知道現在台灣人最詐欺是什麼嗎 經濟啊 顧肚皮啊 為什麼 因為你來看看這個經濟的警訊響起了 現在警器的分數說是兩年來 首見黃藍燈 然後還是20193月以來的最低 你以前告訴我們 說我們的什麼貿易啊 數字都很好啦 很多百姓告訴你沒有感受 現在就連這一些 本來表現很好的科技業 也因為需求等等問題 開始傳出有人在放無薪假了 第一傳出的是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說沒有無薪假計畫 好 可問題是真的有人在放無薪假啊 面板產業現在群創的高階主管已經說了 從這個月起他們要自動減薪 然後鼓勵大家其實先前很忙嘛 現在有一些假趕快好好休假 科技業現在確實很多人都說寒風來臨 有紛紛要加入無薪假行列這樣的一個趨勢 然後同一時間 我們今天又看到了這一則新聞 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生日正經很難過 他是誰 他是丁允公 那他當時呢 在這個高官 在任發言人高官的時候 意氣風發 現在呢說 潦倒現況 包括什麼 包括租屋處的沙發 你看這個地方 整個都破破爛爛的 還講說呢 自己每個月好像都只剩下零頭 所謂慘輪月光燭 家裡頭最貴的就這張沙發 他講所有的東西都是二手家具 講得自己很可憐的樣子 可問題是大家想問 你意氣風發的時候 是日子過得很好 但你講的這些東西 買二手家具等等 每個月只剩下零頭等等 這不就是現在年輕人的日常嗎 民進黨政府的官員們你們知道嗎 還是說年輕人給你們一個機會 現在這件事情只是淪為口喪而食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蘇貞昌曾經在冠軍來牛事件的時候講 講說 丁發言人做得很好 年輕人難免會犯錯 年輕人對他們來講 就像是陳薇婷自爆性操擾事件的時候 總統蔡英文說年輕人 不要讓他傷痕太深 好 年輕人你們真的知道 年輕人的困境在哪裡嗎 因為現在就連這個花進群 他都講了 他說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社會住宅 台北市建這麼慢 基本上就是不想讓總統蔡英文的政見達標 選舉年朝這個話題 可是 鄉親 你把這個數字攤開來看 你會發現 社宅的達成率 台北市有7成8 新北市也有2成6 桃園4成8 你知道最低的是哪裡嗎 最低的是台南 2成5 高雄2成4 這樣一看起來 你這個邏輯 不就是台南的黃偉哲 故意的 不讓蔡總統的政見達標 高雄的陳其邁 故意的 不讓蔡總統的政見達標嗎 這一句話 你知道是兩面刃嗎 你有先看完數字 不是再來發新聞稿嗎 高雄 講到高雄 昨天最大條的新聞 一直跑出來 大家一直關心 現在林園這邊 終於發生大火了 結果現在拆罰500萬 居民當下是告訴陳其邁說 這個問題這麼久了 你一直告訴我們要解決 現在幫幫忙救救我們吧 來聽聽居民怎麼說 因為現在進入選舉期間 那選舉之後就會再立刻 再啟動千春的一些程序 我要講千春是大聯埠居民的 一個共識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有更好的條件 好 先前在選舉的時候 他告訴這邊的居民說 我們很在意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承諾 但現在發生事情的時候說 選舉期間選完再來說 來撥幾個 人民的苦 年輕人的苦 政府真的知道嗎 他真的知道 現在真的有人在放無薪假 可能就是一個趨勢了嗎 我先從這個丁允宮的事情 開始講 他會淪落致詞 畢竟我也是這個始作俑者之一 就當初這篇報導是我寫的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 這次的受訪當然是跟今天 這個懲戒法院二審要宣判有關 那就是等於做一個媒體的操作 但我覺得他畢竟現在就是一介平民 他也為了他不對的事情 他也付出了他的代價 我想就看這個司法 怎麼樣給他一個公道 那當然這個我認為 現在整個蔡政府已經選舉選到發狂了 你說像花進群去講社會住宅 這個社會住宅的議題 我說穿了 沒有台北市 你就沒有 你甚至小英的那個幾年幾萬戶 你連一半都沒有辦法達成 可是到了選舉的時候 你卻可以說 真言 那個真的叫真言說下話 只是為了攻擊台北市 為什麼要攻擊台北市 因為選情不好 因為現在陳時中的選情太慘了 已經到了連日本的學者 都直接把他排除在當選的 這個可能性之中 連當選機會都沒有 所以慘到這個程度 必須 各部會得要開始分工合作了 幫忙拉台 是你柯文哲的錯 是你們害了我們 蔡英文總統的政見票票 可是都不想一想 一隻手指著別人的時候 四隻手指是往自己身上 你看 一打 你打這一都 結果發現 別的搭乘率更低 那真的是很難看 花進群老 這個以前我們叫他花老師 他以前你要知道 我們以前在當採訪記者的時候 他是一個專門 我們如果有社會 居住正義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訪問他的 結果他當了官之後 怎麼會變成 換了位子就換腦袋 變成一個為 你要知道前陣子 內政部長講 房地產業者就是護國群3 然後花進群在大巨蛋 也是攻擊台北市政府 打得很兇 怎麼會變成一個選舉道的時候 變成一個類似說 站在第一線攻擊的攻擊手 這跟過去的那個 學者風範的花老師 我真的是 現在真的要斜巡一下花老師 希望他能夠再回到 這個所謂居住正義的初衷 不要再讓我們年輕人 看到蔡政府只能搖頭 尤其我覺得現在這個 蔡政府該認真的思考一下 在整個全球 不管是通膨也好 不管是整個景氣的 要往下降的這個趨勢 不要再迷信於那一個 什麼史上經濟最好 什麼股票 什麼史上最高 什麼一萬八千點 沒有了 這些都是夢幻泡影 都過去了 現在好好面對 做點實事吧 這個蔡總統的最後一年多 請好好的把握 是 來 會員 我們台灣的經濟在明年 會比較大的困難 這是必須要面對的 原因有政治因素 也有經濟因素 我們先說經濟因素 因為我們台灣 主要是靠科技業 撐起我們的出口產業 我們生產的東西就是要出口 不是自己用的 可是出口的客戶 第一個 客戶市場歐洲 現在狀況不好 眼看了明年也不會好 他跟我們下的訂單 就不會太多 第二個 日本 對不起 日本現在狀況也不好 所以除非你去日本旅遊以外 日本也沒有什麼東西買我們的 所以狀況也不會很好 然後美國 你說好也沒有很好 你說不好也沒有不好 但他絕對不會增加 對台灣的訂單 他也沒有那個實力 現在只剩下一個 還在經濟成長 本來人家以為說他經濟不太好 上一季只有0.4 現在出來3.9 那表示第四季 有可能超過4.5以上 如果這個經濟題是什麼 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而且我們出口的經濟成長率 真的89% 是來自於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跟順差 我們跟他越搞越僵 他越搞越僵的話 他要不要如果回過審來 削減我們的訂單 我們就會很慘 所以在政治上這要做什麼處理 現在我們要很麻煩 美國人叫我們說台積電 不可以幫大陸的晶片設計業代工 我們現在台積電的利潤 至少要收到兩層 所以領領種種 台積電都如此 更不要講那個什麼歷經 講那個什麼聯電 還有曹星成掛號的 問題更多 面板也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政府 可不可以發點心思 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一方面說 要不斷反中抗中 一方面現在 看你明年最大訂單 來自中國大陸 看你怎麼辦 你這處理不好的話 我們明年台灣的經濟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灰犀牛 一頭一頭跑過來 至於社會住宅這個問題 應該這麼講 功勞應該是給台北市的 因為台北市我印象中 看你應該更清楚 從馬英九時代就開始找地 好農民時代就開始在規劃 蓋 當然有很多東西 到了柯文哲才落成 你蔡總統怎麼這個時候 會找花劍琴出來罵人家 會不會有點在搞錯方向 我是覺得社會住宅 不應該是個政治議題 社會住宅是一個年輕人 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柯文哲也不是說一定沒有功勞 但是有缺點你就把它指出來 何必對他一個人罵 來 漢婷 蔡英文說的社會住宅20萬戶 本來就是吹牛 而且現在也是跳票 當初大家覺得 你是20萬都蓋好的 結果發現其中有8萬 就歸到了所謂的包租貸管 就交別人去租房子 效率極差 而且各種不良狀況非常多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來看你打折完之後的 你要蓋12萬戶 12萬戶 到底目前執政了六七年 蓋得怎麼樣 目前已完工的只有3000戶 12萬分之3000 在哪裡 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地方嗎 不是 是在新北市 那高雄跟台南興建的有多少 他們目前是興建中 也只有不到2600戶 就比一個新北市加起來還不如 目前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都是地方上自己要做的 中央在目前要做的 基本上都是零 都是零 然後其他的地方 數據上都給你寫得很漂亮 因為那個都叫做規劃中 大家如果直接到了內政部的官網 都可以查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內政部無能 講白了就是因為民進黨中央無能 當初的政見就是吹牛 或你以為是灑豆成兵平地起高樓 說要蓋就蓋 都沒有 完全沒有跟地方溝通 我們在台北市的時候經驗非常的豐富 那當時中央又為了要刻意的打壓台北市 就是選好的地方 可是你不能亂選 就比如說你一個地方要多增加了2000戶 平白多增加了三四千人住在這裡 那請問附近的交通要不要調整 請問這邊的生活機能是否能夠安視 以及本來有沒有學區的問題 或者是長照跟日照中心的配合 民進黨不管這個 對 他就真的是存在畫了一塊地 這塊地覺得很好 然後就開始辦 然後就開始搞說明會 然後在地居民就搞得完全不清楚 不對 你這目前已經大塞車了 你再容納這麼多人來 好 那或者你想 還有另外一個天才的地方 不要選在這個人潮擁擠的地方 選在郊區 你選在郊區就沒人要進去住 對吧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 你以為平地起高樓 但完全不是 都是要配合附近的商業的機能 跟大家的生活方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目前中央政府 他在社會住宅的執行上非常的落後 因為第一個 他擺出了高傲的態度 又不肯傾聽地方的意見 也不願意在地方辦各種的說明 然後或者往往也都會被地方打槍 而第二個是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任何的規劃 本來蔡英文所謂的八年二十萬戶 就是出一張嘴 這當初選舉的時候出一張嘴 所以現在要如何兌現 當然沒有辦法兌現 那如果我們年輕人關心說 就算你蓋房子蓋得比較慢 但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法規 總是可以做調整對不對 比方說我們都認為說 單一自住的住宅稅要減低 但是如果是磕很多房子的持有者 應該要加稅 但民進黨敢嗎 他也不敢通過這個法 因為民進黨好多人都是